我也是 這個 嗨 嗨 嗨 好緊張 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 《博在其中》 Hello 雅七 我是Emilia 今集我們會繼續說這個 《離M》的問題 但我們會解答各位追蹤員 之前在我IG的故事問我的問題 大家都看到你們有很多問題 這個 這個 OK 說在離M的時候 谷M 就會皮膚很差 可以怎樣改善 其實我也會 我的皮膚算是OK的 我不是很長瘡 但是有時候 在離M前一個星期 都會有一兩粒瘡在這裡 如果是怎樣改善呢 有些瘡的問題 其實谷M 一般來說 你們的氣血 有一些都會往上走 譬如說你會覺得剛剛 就是 很像 對 我們會說到 可能胸部會有些感覺 有些女性 更明顯一些 一些氣血沖盛的時候 有些氣血就會上到頭部 上到頭部 就會有一些爆漫瘡 有些女性 就說爆漫瘡 就馬上去喝涼茶 千萬不要這樣做 真的嗎?千萬不要 應該怎樣呢 應該怎樣呢? 因為喝涼茶 大多數的涼茶 都是涼性的 哈哈 不是 有些涼茶是補的 有些涼性 明白明白明白 是啊 涼茶其實可以是補 也可以是涼 純粹是名叫涼茶 是名叫涼茶 廣東涼茶 是的 譬如說你喝一些 清熱性很強的涼茶 而你本身 那個人是虛弱的話 你的瘡是會越爆越多的 真的嗎? 即是弄下反絕了 因為本身就是 因為你下面這裏很虛 那些氣血就往上沖 沖到頭部 如果你喝很多涼茶 再清這裏 再虛了 再虛一點 但我想問 喝涼茶 為何會知道要清這裏的熱 它不會自動清這裏的熱 有不同形式的涼茶 有些涼茶就是專門清頭部的熱 那些涼茶就是清中間的熱 那你選擇那些清頭部 其實是嗎? 你認識的話 譬如說你要看中醫 你認識的話你就會看中醫 是的 當然 你認識的話 你不認識就要看 你不認識就要看 你不認識就要去買涼茶 認識也應該要看中醫 究竟能否洗頭呢? 我婆婆說新年不能洗頭 就是逼我們全家人 七天不准洗頭 我們每個頭都很走 新年的時候就說不要洗頭 就是怕新年的時候染到疾病 或者是孕婦呢? 因為洗頭之後 你的頭不乾了 噢 舌病了 其實可能太冷 或者什麼 或者濕著濕著 濕著濕著 其實大家這個 就很放心 M度或者M痛 其實都可以洗頭 現在跟以前 真的沒有那麼 大家的生活條件不同 為什麼以前 有風筒 對,有風筒 可以吹乾 噢 來多少天才叫久 或者叫短 OK 那M度呢 其實我們就是 一般來說 28天 就加減一個星期 什麼叫不正常呢? 就是你出現這個 就是少 就是少於多於7天 或者多於7天 維持兩個週期以上 就已經可以定義為不正常 但是我假設 例如有些人例如我 我可能五六十天才來一次 嗯 但是永遠都是regular 五六十天才來一次 是regular 那可不可以叫做正常 還是不叫的 有另一種例外 譬如說先天 先天就是例外 譬如說你由第一次來M 去到你現在 都有一個規律的 可能是六十天 甚至是九十天 有些體質不二的人士 就會OK 這個情況 但是如果很短促 例如規律地 十二天就來一次 也是一個天生的 總之其實有規律性 反而沒那麼擔心 由第一次開始 也是這樣 總之其實是否要注意 不規律那件事 最主要是 明白了 我們看看最後 我看到 只是這一頁 都有很多問題 是講情緒的問題 有說你M之前很抑鬱 或者你M之前不斷打我男朋友 或者有個男朋友 想改善女朋友 有經前和經期的情緒問題 嗯 那情緒方面 可以怎樣 有沒有得搞的呢 其實情緒波動 在乳經前面來說 是很正常的 因為你整個人 你的氣血在 尼M前後 都會有所不同 所以 在氣血沖盈的時候 你會覺得人很敏症 很容易發火 嗯 那到你的血流走了 然後乾淨了的話 你的人就會平靜下來 哦 OK 如果是這樣的話 情緒方面 有什麼可以 弱理上控制他呢 是否沒有的 其實要靠你自己 死定 其實大家可以試 這個情緒波動 其實是一個 比較正常的過程 哦 OK 所以各位男士 就要給一些耐性 忍耐 就是多些諒解 就是他尼M前後 是因為他的身體 令到他的情緒 有產生變化 哦 而不是他真的特意 就是 要發脾氣 或者什麼 是 哦 問了 這裡就有一條問題 就是說 尼M的時候 智慧DIY 會不會不好呢 會不會呢 嗯 在我們中醫的古籍裡面 其實已經 古籍都出來 古籍 是啊 智慧不是一個現代 男性女性的問題 古代已經 很流行的 這個日常動作 日常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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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流行的 所以呢 首先要糾正大家的概念 就是中醫 其實從來都沒有人說 不可以智慧的 是啊 經常有些說 什麼一滴 什麼三滴血 是啊 又說什麼不好什麼 什麼 不要浪費了 哈哈 是啊 是啊 你快點 噁心一下 中醫裡面 為什麼這麼重視 這個精液 又或者是 我們所謂什麼 一滴精三滴血 是啊 是啊 就是 主要目的是 你不要自衛太過 哈哈 怎麼為之太過呢 就是可能一天七次 一天七次 我說什麼一天一次都可以的 是 就是視乎年紀的 哦 比如說你是血理方剛的 十六十八歲的 其實每天自衛一次都正常 最重要是不會影響到自己的日常精神 還有就是 令到你自己的身體變差 是啊 比如說男士去到 比如說女士去到四十歲的 最好可能一個星期 智慧一次或者兩次 這樣就可以了 哦 你好像 開個配方給你 我命令你現在一個星期要智慧兩次 啊 那你離任的時候好嗎 離任的時候可以智慧的 其實沒有什麼影響的 哦 反而令你的心情可能會更愉快 其實可能智慧 我不是說我自己特別有經驗 或者什麼 可能離任的時候 會不會 我覺得可能舒服到一些痛楚 其實心情好 很多問題都可以迎人而解 那你也對 因為女性好 笑一笑世界更美妙 是啊 所以比如說你經過智慧之後 你的精神或者放鬆 或者情緒 嗯 情感上獲得一個愉悅的感覺 對 這個也會幫助解決你的痛楚 但不會說子宮在那裡敬亂的 可能有些人很享受這個 哦 那你也對 那我們今集就暫時來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什麼意見 或者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在留言跟我們說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